你看有的时候我说话话你是在旁边叫我不要说了 我们说的是有道理的知道吧 不说这些 你说他站在我面前指着我妈 我跟他比大指摸你吹牛 你牛逼 在我背后说我就是吹牛逼 知道吧 那啥也不是 知道吧 什么后脸皮天天开直播叫别人刷礼物 自己几句几点粉丝们都清楚 知道吧 什么叫他抱我就 他乱乱面我说我就说我妈 还让粉丝们跟他说个热气球 就他跟粉丝们说这样说那样的 拿到他想跟粉丝们交话吗 意思粉丝们跟他说个 拿到意思粉丝们跟他说个穿野剑 说个跑车 他就把我的祖族十八代的叔叔来了 他刷个球啊 不说了 我们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他基本上都是知道了的 已经了解这个情况了 所以没必要去说那么多了 而且昨天他说他发证据出来 发聊天记录出来 他那个聊天记录我真的我看了笑死我 虽然他那个聊天记录他删了删过很多 但是他他也是把他自己暴露出来了 他把他他把他自己的弱点给暴露出来 你说啊你说作为男人对吧 三十岁的人了对吧 你说哎 你说有些路不适合自己走 就去找个工作上吧 好好的对吧 卢卢尼也不至于这样子吗 这个世界对吧 你卢尼又不想卢尼想躺着吃饭 一天就想炸着这种小聪明 炸在这里炸的便宜 人家给他一点好处 他就哦 什么都说出来了哦 其扎八扎 老母就是我妈妈的哦 我我我 什么都说出来了对吧 难道他还开个直播说 来加热卖给我收个热气球 我就跟你没说什么 给我收个跑车 我就那人家给你收个抖一一号 你就把我祖族十八呆都说出来了 妈那真的是傻屁了 不说这些 不说这些 不说这些了 家人们了解别的 了解开心的事情 越说我就越气 真的 哪有这样子的人 一点底线都没有 真的 好了 不说 不要生气了 不说这些事情了 以后不要那个 太善良了 好吧 我是给他机会了的 知道吧 家人们 因为他 他做了这种事情 他把我的钱 我让他去取钱 取了拿去泡妞 拿去花 我把我的钱诱我了之后 他就 他就不敢来接我 不敢回 回我身边上班 之后他 他后面把钱诱我了 饭都吃不起了 鞋子都买不起 穿着一件套鞋来接我 他说 阿伟哥 我实在太老口了 我想回你身边好好搞 然后我 我以后改变自己 好好努力 我相信他了 知道吧 我想到他 他遇到难处了 对吧 那就 那就来嘛 我说你改变了就来嘛 结果呢 来了 还给我投了一刀 真的 你说哪有这样子吗 不说这些 不说这些 当然了解开心的事情 不要理 就是不要提这种小人 在我们直播间提这种 对 我敢在这你说 你说他这辈子吃不上四个菜 真的 大家都知道情况了 两个菜他都老火 你还说四个菜 其实来人去卖的已经很清楚了 对不对 大家不用去提这个事情了 提这个事情还影响大家的心情 对不对 人家的脚龄里面 非其他做了我的思念 阿伯太善良了 对阿伯太善良了 所以有的时候 我都有点看不惯了 我都是直接 你叫他说 让他还伪总的米 他哪里来了钱吗 他身上可能年20块钱 他一天 我说实话 我去你家校吗 我 两块钱都哼拨不出来的 他一天 让他拿出个50块钱来 他都拿不出来50块钱 你说他拿什么还我吗 他把我钱诱了 还不是诱了 对吧 我有什么办法吗 阿伯你们上一顶水果 你说他一天 我们一会儿上 一会儿给他去上 拿不出来50块 对不对吗 哪里来 如果我知道 我太善良了 知道吧 我以为他是改变自己 珍惜想来跟着我好好搞 对吧 我是收留他的那种意思 知道吧 他来见我的时候 穿着一件掏鞋 我太肯定他了 我新买的鞋子 我都没有穿过一天 我直接给他穿的 你为你为小娃 让他冒着自己良心说 知道吧 好了不说这个了 还好意思吗 不说这个了 对不对 他妈的 他说二妹我们两个是假集会 假集会他妈的 他跟着我去二妹家的时候 吃桃桃肉 一桃一桃的吃的吗 吃的还挺香的 拿我爸的烟的时候 他怎么不说 我们俩是假集会的 二妹爸爸给他买了一包大橙酒 还抽得挺香的吗 对 一句 我爸给他拿了一包大橙酒 他的一句谢谢都没有说 他直接拿了在包里面 真的吗 他跟我爸都没有说过一句谢谢 好意思 你也要黑我吗 要有个有头有尾吗 对不对 这总是一次两次了 我跟你说 他第一次拿着我们钱的时候走了 不好意思回来 他还好 我说一句 我说一句 我当时 我当时给我爸说的 我说 你给他一包一百块钱的烟 你还不如给他一包五块钱的烟 他还浪费烟 你说 人家说买他 对不对 人家说买他吗 你说我一点真实的事实的 你爸爸男人也叫小王吗 对 当时我们回门嘛 小王干妈 回美的时候 你们喂干妈啊 回美的时候 就是集了会 我们回美的时候 小娃 后面他来找我了 然后回美的时候 小娃干妈还有我 我们四个人 二妹我们四个一起去去到那个那个二妹家的对吧 人家杀猪给我们吃对吧 那吃的不体效的吗 还说我们假集会 对 真的是 然后那说得出来吗 别气了 这对我爸给他一包叶 他连一句谢谢都不会说 他这个人品就看得出来了 当时就 第一次拿着违总的钱的时候 电话打死不见 信息打死不悔 我跟你说 拿着钱出去消杀几天 过后人又出现了 那个时候就是还想再回来 然后违总没有答应 过了很久一段时间 过后他把钱拿去花完了 然后又给违总打电话说 没钱了 想回来 我们就劝过违总说 不要不要 这种人人品不值得信 其实我让他 就是他来找我的时候 很多朋友都给我建议了的 小娃 小娃这个人不行 你不要要他了 怎么的 号召就是斐斯麦都给我建议 包括斐斯麦都不认可他的 知道吧 然后当时我就 我们说你的吗 我们直播不会说别人 首先别人说了我们 我们才会说的 我们都是别人提我们 我们才在直播间说 我现在说的是小娃 那么你们为小娃 他都在直播间 怎么说我的 对不对 阿威从来不趁任何人的流量 我们家的叔叔阿姨都知道 阿威两个字都是流量 对不对 我们直播间都不提别人的 我们直播间都不允许提别人的 是别人提我们 我们才会在直播间提 而且我们有证据我们都没有拿到直播间里面来说 没意思 很多事情我们也没有就是说 在直播间里面曝光过 对不对 我们给了他们体面 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为种的 我说句细腻话 今天晚上我所说的话 有一句话是假的 我对天发誓贴打离皮 我在这里说 说句细腻话 我不会说假话去负面任何一个人 知道吧 有什么我就说什么 对吧 我觉得没有必要 真的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是人家没有的东西 你拿去说人家有 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 知道吧 哪怕人家有的 我也不想去人家任何任何东西 因为他不突破我的底下 我觉得没有必要 包括现在如此 知道吧 他们的有很多东西 我知道的太多了 但是我不想去说 知道吧 没有意义 没有别人不逼到我 不逼到我头上来了 我不会说什么的 但是你想啊 这种做人 我真的太太看不惯了 真的 对吧 你不至于这样子吗 对不对吗 你作为男人 一百多几个男人 你去公金沙爸抓 你也不至于去这么负面我吗 对不对 对吧 其实小王还有更过分的事情 好了不说了 不说了 你好意思 不说这个事情了 对得起事情吧 做着要 不说这个事情了 说让他有那么冷吗 阿卫不穿的话 他不能直播啊 这样呢 他不穿的话 他不能直播 阿卫不冷啊 那个是通风的 你看大家看干妈说的 小 小王来时穿的拖鞋 是我买了一些细鞋 然后我都还没有穿过的 我我直接给他穿的 我说你 我看到他穿着套鞋 一甩一甩的 我我我说 你穿这个吧 我直接给他穿的 知道吗 干妈知道的 大家不说这个话题了 换一个话题 你要得开心的 真的 人家给他一点好处 那你来说点正能量吧 人家给他一点好处 他就这样污蔑我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从今以后呢 我也不想提他们 也不想说他们了 知道吧 粉丝家人们 你们去关注他们 去看他们直播就行了 我也不怎么想直播了 知道吧 从今以后我也不想直播了 说实话没有意义 对吧 对 烟花阿姨说的好 阿卫就是太老实了 所有人都来害他 都来欺负他 因为我想直播 好好的说点正能量的话 他们一天吃不我要不我的 用这种方式 不同的手段来 现在还收买了我以前的司机 还这么污蔑我 对不对 这样你们可以不相信我们说的话 干妈是直观的人 对不对 干妈在这里 今天说别人 也不想说自己是什么人 你自己是什么人 豆豆 你自己是什么人 谁说 这个豆豆呀 你自己是什么人呢 你是谁的老残粉啊 大哥 你真的搞清楚 不要说 知道吗 你们都已经很清楚了 你们两个聊就聊 不要跟粉丝们 没有吵啊 我们两个 你看现在 谢谢今年姐姐 谢谢 谢谢今年姐姐 也不要说黑粉的 哪怕黑粉骂我们 也不要去诋毁 知道吧 就我们你要我们的就行了 我们就 这能量互动 那你继续吵吗 那你吵吧 吵是 我是跟那些小人吵的 不是个粉丝吵的 那你自己都说了 那些人又没有在 直播间都是我们的粉丝 那我是跟粉丝们提的 你不要跟这些粉丝说呀 有些人我们能好好聊天 那我们就好好聊天好不好 叫人们不要来找帽 好吧 尔妹是个女孩子 叫人们 维总呢 是个男人 她的气度可能要大一点 就咱们能好好聊天 就好好聊天 有些时候可能就是 我跟尔妹说话 会怼一些 说话不好听 但是也是 她们先自找的 好吧 从现在开始 有些时候我们忍不了 但是维总国就不要大 首先我告诉你们 首先 我不想 我现在有点 气图上 我不想说的 首先是她们先搞我的 听懂了没有 对吧 你想完开着直播 开抓场 人家跟她好说 就开抓场 说我的 你们知道的 我现在才说她的 而且我现在 说都是委婉的 说我跟她牛后路 知道吧 我没有怼死她 知道吧 那些黑粉 你看不惯我 你可以去看 看他们就行了 知道吧 不要在这里 在这里 那种 知道吧 你们看不惯我 你们也可以来找我 不要在这里逼逼赖赖的 知道吧 任何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我 我直播间 有喜欢阿伟的粉丝 啊 正能量的粉丝 知道吧 我只想跟他们开开心心的互动 知道吧 不要在这 在这里带节奏 知道了吧 你们 你们喜欢他们 你们去看他们就行了呀 对不对 啊 你们现实出去见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就行了呀 对不对 对吧 我都说了 我只想知道两个事情 对吧 我长期说这两个事情了 我就不想说了 知道吧 我知道什么样的人在搞我 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就OK了 谁是谁的谁 就OK了 我也不想提这些事了 对吧 他们以后想怎么搞 怎么搞 我不直播就行了 不直播 让他们去直播 你们去关注他们 天天去看他们就完了 知道吧 我没有的 他们都有 他们是好人 什么都是他们好 就可以了 知道吧 对不对 你们没有必要来直播间 给我带节奏啊 你说我这样那样的 对不对吗 这样子 大家比了稀奇都不好 然后你们再这样子 在这里说了 就就那个了 我本来是 我一直以来 我不会怼粉丝的 也不会怼黑粉丝的 哪怕你们骂我 我都无所谓 知道吧 但是他们两个都不一样 知道吧 他们两个就就就就看到你们骂 他们两个就就就 哎呀 我们看你老师 错误去哪里有吗 来家人们公平走一波 二伟对半好不好 把这几个字打出来 咱们先大家都不说话两个人好不好 你也别生气了 我们只是说看你经常被欺负 每次都这么样子 我不生气啊 我生气什么呀 只是说没有必要怼粉丝嘛 我都说了很多遍 那没生气 他们拦不住了 就都叫你不要 我是说那些小人 不是说黑粉丝 知道吧 黑粉丝 他们讨厌我们 不喜欢我们 说我们两句很正常嘛 对不对吗 对 你们喜欢谁 你们就去关注谁 因为他们又不认识我 又又不认识我们 又不了解我们 他们以为我们是坏人 他们骂我们两句 说我们两句正常嘛 对吧 我们理解一下 就不要去回复 不要去怼他们 没有意思 知道吧 好 但是我们现实中 那种小人 他要说我们 我们就肯定要说他们 对不对 对反击 是 对啊 是和三脸的人 其实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 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 对不对 你看我的老板 从还没发过这么大的火 还跟二妹吵架 是不是 你 谢谢点赞 谢谢 来没有关注的 关注一下 这个账号是二妹的 然后呢 大家给二妹点点关注 对 因为我下来 我们都会用二妹的账号直播 刚才我修了两句二妹 不好意思二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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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生气 真的这便利 因为刚才我在气头上 然后二妹再给我怼 怼着干 我就有点生气了 两口之差 叫正常正常 你们也知道 我是心 心好的是 比较 比较冲动那种 老板 大个歉 我气的话 气气不过十分钟 十分钟过了 就消气了 对 就像一个气球 吹大之后 哪个折倒一下 就爆炸了 那种 一样 大个歉 谢谢 大个歉 谢谢林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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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 大家都舍不得彼此 就是 咱们直播间甜品 一直以来看我 我和二妹过来的 家人 也舍不得我 我二妹也舍不得家人 知道吧 因为咱们 咱们之间是有感情了 知道吧 我觉得不一定 拿女朋友 老公老婆才有感情 朋友 也会有感情的 知道吧 咱们之间是 认识了这么两年了 对吧 多多少少 是有点感情的 对吧 所以我有时候 比如我 以后不直播了 没有在这个平台出现了 你们看不到我了 你们也会想我的 包括我二妹 也会想你们的 对吧 比如我天天直播 然后某天突然 没有看到 一直以来 陪伴着阿伟的 粉丝们来到线 来到直播间 我也会 有点不习惯 这个姐姐怎么 好久没有见了 对吧 最近呢 去麻了吗 还是怎么了 对吧 都会 都会怀念的 知道吧 家人们 所以啊 就是说 人与人之间 是假戏用 假感情的 知道吧 因为我们心事肉爪的 知道吧 假感情的 所以啊 如果说心狠一点的话 大家都无所谓 但是心 话未 就是回头想一下 还是 还是有感情的 知道吧 因为咱们 说实话 我们也就是 比如 平时除了吃饭 除了工作以外 就 只要有点时间 我们都会直播 对吧 那么就是咱们 你们也只要 看到我们直播 你们都会 扫地我们直播间 一直聊天 这样子 所以我们之间 是已经有感情了 知道吧 你说 其实现实住的一个朋友 我都没有天天 跟他见面 对不对吗 现实住的朋友 我们都没有天天 一起玩 或者天天见面 但是咱们 基本上 天天都见面 对吧 那说明是有感情的 知道吧 对不对 来教人们 给维总点点赞 粉丝灯牌亮一亮 我们上点人气 好吧 叔叔阿姨们 我们的直播间 分享给你们的朋友 有喜欢阿伟的 都可以进来 多关注一下维总 以后呢 就是以后呢 我也我也不想 跟他们扯这些事情了 现在我知道两个 两个问题 我知道两个答案 就可以了 对吧 我知道谁在搞我 我知道 他们怎么搞我 就完了 对吧